Hello,我是曹哥哥 在山东咱们吃了不少煎饼了吧 像小菜卷煎饼 菜煎饼,小黄鱼卷煎饼 各种煎饼咱都吃过了 但是到了几年 还有一样煎饼 咱必须得尝尝 那就是区步香酥煎饼 走着 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煎饼 这个煎饼咱还是得尝一尝的 就听一下香酥煎饼 就能想到这个煎饼又香又酥 它是怎么香酥呢 咱们去看看 本来我说我还盲选一家 也不用盲选了 一出门就是 这么多口味 五香花生 香辣花生 五香芝麻 我感觉五香花生卖的是最好的 要不然就是香辣花生卖的最好 咱看看有没有拼装的 你好 你好 老板您好 老板您好 天呐 睡得这么香的吗 我都把头伸进来了 老板 吓我一跳 你终于醒了 我头我都快从这个框框里面钻进去了 我喊了好多松了 有什么玩意 有没有好几个味儿一起的那种 我想我就想要一包 想要一包包扇子吧 包扇子 对 有是吧 这您自己每天做的 你是自己做的 这是多少钱一斤 11 我就要一斤 但是我各个口味都想尝一下 刚才那个是辣的 这个是五香的 哇 好香啊 我闻那一股花生的香味 好 做了行吗 做了一块五可以吧 行行行 可以 12块五 好的 12块五是吧 好嘞 12块五是吧 对 好嘞 您接着睡吧 拜拜 已经不下雨了 总感觉这个天阴阴的 海上呢 这么大一大袋 12块五 11块钱一斤 各个口味都有 敢找个地方尝 吃煎饼咯 香酥煎饼 谁吃呢 这个应该就是辣的 红色的 这应该就是五香的吧 里边有葱花 这个应该就是白糖 有白糖 有黑芝麻 这几种 一种 两种 三种 这种跟这一个 应该是不一样的 三四种吧 应该是四种 四种口味 上面写了好多 应该是口味已经不全了 哇 刚才解开袋子 都是一股很香的 那个花生的味道 很香很香 就跟花生油的味道 是一模一样的 咱先尝一个 好香啊 看看多酥脆哦 看一下 哇 哇 都掉了 看这手 颤颤巍巍的 就是这样 我给你们接一个看一下里边的东西 里面就都是这样的 就是熟的花生碎 就跟我前几天看的他们卖的那个花生酱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熟的花生把它捣碎 哇 太酥脆了吧 太香了 外面很酥 外面很酥 已经不是脆了 就是酥很酥 然后里面呢就是很香的花生 就有点辣 香辣味 这个香酥煎饼呢 这个香酥煎饼呢就是济宁的传统美食也是济宁的非宜美食 香酥煎饼的发源地就是孔子的故乡 屈腹 但是屈腹呢就是怎么说呢 屈腹就是济宁的县级市 就是现在归济宁代管 所以说就是一样的嘛 就跟沼庄和腾州的关系是一样的 太酥了吧 这 这我都不敢拿 就应了那句话 就是拿在手心怕化了 含在嘴里 不对 含在嘴里怕化了 拿在手里怕摔了 就这种感觉吧 哇 这跟山东其他的煎饼煎饼呢还是不一样 其他煎饼就是用的咱们山东常见的大煎饼卷东西 只不过是卷的东西不一样 有卷小菜的 有卷肉的 卷大葱 里边的东西变化 外边的饼还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 做煎饼的时候 就做成就是这种脆脆的了 已经 应该是 我也不知道 没看到师傅做 我刚才师傅睡得太香了 喊了好几遍都喊不醒 我都准备放弃了 我说这要再喊下去 我有点太不懂事了吧 师傅应该是做煎饼 做的太困了 应该是做了一天煎饼了 当我准备要放弃的时候 师傅终于醒了 我就差趴到 就那个小窗 我就差趴进去了 我头已经进去了 我估计这要是半夜 我能吓他一跳 但是他那个屋子里面 真的非常香 好浓烈的花生香味 这得用到大量的花生 看看里面这么多花生 我看这个煎饼是有小麦面 玉米面 好像好多好多面混合到一起做的 很薄 这个煎饼很薄 这个煎饼其实就适合在这边玩了之后带回去送朋友 他这个保质期应该比较长 其他的煎饼我估计不行 其他煎饼就得现买现吃 尝一下这个甜的 师傅给我拿辣的拿的比较多 应该是辣的卖的比较好 这个是甜的 里面有白糖还有黑芝麻 还有就是哦 还有瓜子瓜子仁揭开 揭开里面看一下 我这手上都是油 里面就是白糖 瓜子 还有黑芝麻 还有香葱 一点点香葱 甜甜的 有点甜 还有点咸 感觉有点甜 还有点咸 主要就是 瓜子的香味 这瓜子也是熟的 这瓜子做的很香 这应该也是烤熟的吧 要不然就是用油炸熟的 对应该是用油炸熟的 炸熟的瓜子仁会更香一些 这会不会是我在山东吃的最后一种煎饼了 应该是了 其实关于香书煎饼 还有这么一个传说 传说就是 穆连生 穆连生是谁呢 穆连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傲娇弟子 穆连生 穆连生当时为了救母亲就下地狱嘛 为了跟母亲见上一面就下地狱 救母亲戚 但是地府判官呢 就看穆连生救母亲戚就故意为难他嘛 就刁难他 就说好你去明火鬼域走一圈 然后穆连生二话没说就直接就跳下去了 但是地藏王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就非常感动嘛 就是穆连生为了救母亲二话没说就跳到了鬼火里面 所以说地藏王就为了救他 就把自己这个外面这个生意脱下来 变成这个薄薄的煎饼 给这些小鬼吃 因为小鬼喜欢吃这些香香的煎饼嘛 然后小鬼一看又煎饼吃了就把穆连生放开了 这样穆连生才得以与母亲相见 有这么一段神话的 所以说之后这个煎饼啊也是为了纪念 太开心了 等于我我积攒了多少煎饼了 我这就跟小时候积攒卡片一个道理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得点关注点赞收藏评论 咱们下个视频见拜拜